为了反对东部一连串不当的开发计划 特别是美丽湾度假村第七次还评不公等事件 台湾地球公民基金会和台湾环境资讯协会 以及声援的艺文团体 星期六在凯道举办了 不要告别东海岸大游行及音乐会 估计各地亲爱声援的民众接近3000人 从4月4日开始就从台东山沿海湾出发的 凡凡凡每一弯行动联盟都为了成员及群众 在历经了长达17天的徒步苦行后 4月20日在台北顶号市场和支持的群众会合 在20位扛着传统竹法的阿美族勇士的带领下 声势浩大的往凯达格兰大道前进 其实东海岸是属于全国台湾人民的 所以我们将讯息带来台北 是要告诉全国的朋友 台湾的东海岸 从东南地直到东北的 都是国家都是财团在画地在圈地在有以BOP的陷阱 让我们的人民不幸福 让我们的人民处在恐惧之下 在一个白鹿丝的 在平洋白白的浪花的 油桶花的 中海岸的 绿油油的水稻田 带着这些没有办法讲话的人的信息 一同带到台北 来唤醒全国同胞 全国的朋友们 我们那拥有美丽的最后的海岸即将消失 是因为贪婪 是因为安安苦化 让我们优雅的 优惠的台湾人 台中华联人 无的无用 这样子的方式 打扰你们的交通 要你们一起 听我们这样的声音 行进途中 并在美丽湾度假村 相关企业的美丽性花园酒店前 以守时芒草的传统驱除恶灵的仪式 表达心中对开发案的愤怒与不满 下午4点 队伍终于抵达凯道 优雅的老龙家 以传统的阿美族心调 迎接竹筏和柔情全座目标 优雅的主船和江东海岸所有的信息 传递到台北 让全国的美丽知道 在故乞其老赖进龙所带领的22位的演示 你17天完成了265公里的剪较力量 真的我很感谢我的伴友 从这十几天来陪伴着我 虽然我是打赤脚 因为有他们我才这么勇敢 走到这个松中府对面 这个台阔大道这里来 我要走 走这条路 我要给我的处理看到 并在独揽祈祷的祈祷祝仪式下 揭开了不要告别东海岸音乐会的群 不要告别东海岸音乐会 不要告别东海岸音乐会 下午4点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行 包括歌手巴奈、张正月、伊利高禄、胡德夫、大杆奥、林生祥、罗斯荣、张玄等人 都在晚间登台献唱 以实际的行众反对东海岸的不当开发 大阳联系列 山谷林 走在美丽群的古老 山谷林 就是我们台湾 我们的家乡 应该是更美丽的 应该是要 让大家知道 这首歌曲叫做 《我家门前有大海》 《我家门前有大海》 虽然音乐会在开始后 就大雨不断 但上千民众能聚集在凯道 或撑着伞 或穿着鱼衣 一路支持相伴 以尽是宗教的热情支持 不要告别东海岸的诉求 与决心 音乐会一直进行到 凌晨3点45分才结束 这场长达8小时的演出 实在是凯道前的创举 东华大学副教授谢若然 更当众减去披肩的长发 以无法的行动 讽刺政府在东海岸各地的 无法无天 表达了他对东海岸 面临全面开发危机的忧情与愤怒 我是希拉雅族的原住民 可是我们的身份被剥夺 我们的土地被剥夺 我今天跟大家站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不希望 我们台湾剩下的这些东海岸的土地 甚至到了南部中部 所有的土地都被剥夺 如果你今天不为所有的不当开发 不当的行为站出来的时候 下一次这些事情发生在你家的时候 怎么办 失去的东西很多是拿不回来的 那我要把这个头发是捐给癌症希望基金会 给我们一些在做话里的朋友 音乐会中 资本的卡地布青年会的数十名青年 更以愤怒坚决的歌声和发言 来表达他们反对开发的决心 甚至表示不需要发动革命 以捍卫主林拒绝千丈的成功诉求 台湾里说 喔 菜菜菜 我說北里лу你說菜菜 我說北里 recycled 我說北里闻又菜菜 我說北里liu說菜菜菜 北里 buen 菜菜菜 北里авай 菜菜菜 北里 bun 菜菜菜 北里管 坏菜菜 北里根 Warsaw this summer 我說菜菜菜 西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